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就是花海的故鄉 台中新設 讓人家有一種置身國外的感覺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來一趟 異國浪漫鄉村之旅 整片山頭開滿美麗的花 陽光灑下來真的好美喔 我這才發現 夏天的新設一樣很漂亮呢 尤其加上新設商圈的新地標紫風車 象徵著夢想起飛 我也在這偷偷取了個願 特別有種在國外幸福浪漫的Fu喔 而且還不只這一個呢 有人告訴我 有間民宿屋頂上 也掛著一個大大的風車 進去逛了 更覺得處處是驚喜 轉角有西班牙風格的樓梯 牆上還掛著許多華麗的油彩畫 這個畫作就是媽媽自己做的 不說我還以為是買的呢 民宿創始人好有才華 這些全是他的作品 而且民宿裡每一個裝潢都別出心裁 就連餐廳都覺得很有藝術氣息呢 我發現你們這邊真的很有異國風喔 但是如果想要多一些鄉村的體驗的話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見 我們新設商圈最有名的就是香菇 所以待會你們可以到香菇街去體驗看看 好啊好啊 說走就走 逛一趟香菇街讓我大開眼界 沒想到這裡不只賣香菇 我還找到了店家體驗了采菇樂趣 當然也吃了不少好吃又健康的香菇美食 吃飽飽了 咱們再到今晚要住的地方休息吧 哇有蕾絲床還有搖籃椅 坐在上面就能欣賞庭園風光 精心設計的浪漫蜜月套房 好夢幻好銷魂啊 那這裡的特色當然不只是房間漂亮 我們跟著民宿主人走進院子裡 瞭解到這裡的一草一木 完全沒添加農藥或肥料 這裡是有非常好的水質 我們要用我們僅有的力量 我們能夠守護這塊土地為我們的 不只是為我們自己 我希望也為了我們的子孫 經營民宿十個年頭了 多年來致力於當地發展 女主人堅持要讓民宿和大自然 合而為一 提供旅客更放鬆環保的 休息環境 現在努力有了回報 不僅打出知名度 連外國朋友都對這兒難以忘懷 加上民宿由前家人一起經營 更給人有一種家的人情味 但其實背後的辛酸不為人知 一個颱風就把所有的花 還有那個農地全部都淹沒了 這樣連續了好幾年之後 我們真的知道說 當農民真的是很辛苦 真的那時候我們就知道 哇 當農民真的是 想起當年開墾的辛苦 眼眶的淚災也忍不住 但也就是那段過去建造出的家園 更懂得貼近大地 讓訪客在民宿裡白天可以盡情 與大自然擁抱 到了夜晚只要抬頭 就能看見滿天的星空 敵人到城市裡不曾有的感動